OK 今天呢 來用一下ROG-3 測試一下它的露營喔 現在呢 我在北海岸的某一間 好像叫黃金咖啡館吧 那來這邊 海邊啊 趁機位測試一下這個ROG-3 這支頭話呢 是廠商的 所以我是借來拍拍看 測測看它的功能喔 稍微體驗一下 那因為我這裡是 身為專門在拍影片的人啊 那雖然不是很專業 但是呢 拿到任何攝影器材 我覺得現在要來測試一下 那來到海邊呢 我覺得要測試的就是啊 第一個是現在光很強 光線很強 那我是在 朝著陽光的方面 因為我的臉這樣 現在應該是比較亮一點 我看看會不會不會是怎麼樣 然後海邊還有一些風聲啊 然後包括像海浪聲啊 看看它的收音喔 到底會怎麼樣 先給大家看一下 喔 那現在這樣子 中方的表面是悲觀 那我現在只有看一下廣角端啊 它的廣角端呢 是0.6倍 我記得沒錯的話 那個iPhone iPhone 11的話 是到0.5倍 所以會再廣一點點 然後我們現在在錄的格式啊 是4K的 它這支手機可以錄到4K蠻高的格式 整個海邊那其實人還是很多的 喔 沒有因為什麼民俗樂的限制啊 海邊就會人比較少一點的感覺 整個海邊啊 人真的是相當的多 然後下面也有一些人在玩水 可是 玩水的人比較少一點就是了 今天天氣我覺得還算涼 蠻OK的 那帶大家來海邊稍微看一下 這邊呢 有小朋友在玩沙子 然後還有一些是有在海邊搭一些棚子之類的 不過我覺得在海邊搭棚子啦 感覺應該是蠻熱的 因為太陽實在是很大喔 所以整個 整個裡面應該是會悶到不行 不過如果擺一些東西 像換洗的話 小朋友在裡面要換衣服啊幹嘛的 應該是比較方便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ROG3 ROG鳳3 錄出來的感覺 其實像現在這上面這些雲啊 雲朵的部分喔 還有天空的藍 我覺得都還蠻漂亮的 但是呢 收音的部分 真的我現在是沒有辦法感受到 以這樣錄起來的畫面來看啊 我覺得是還蠻漂亮的 除了在 這個 路風景好看以外呢 我覺得錄人也是一個蠻重要的 因為有很多的手機啊 拿來都可能會自拍 或者就是會 我覺得應該拍照這個功能啊 或者錄影的功能啊 其實還是蠻適用的 就是蠻常會用到的 所以我會想要測試看看 它在整個使用起來 錄影的感覺 我來走去海邊看看好了 這海邊看起來 今天的浪其實看起來有點大 不過我穿布鞋 想給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穿布鞋 所以不能夠下去踏浪 我也沒有打算要脫鞋子下去 喔 海邊的部分 這個水真的是還蠻清澈的喔 但是今天的浪 浪花其實有點大 浪花很大 打過來了 我的銀子 小時候會玩採銀子的遊戲 不過殊不知 永遠自己採的銀子 就是在自己的腳下而已 然後這一間呢 就是我剛才在裡面的咖啡廳 現在我的家人 老婆大人啊 妹妹都在那邊 我自己跑來海邊錄影這樣 然後整個我覺得 這個 其實我從螢幕上面預覽來看 它的畫面是還蠻OK的 真的非常OK 那當然 除了錄得到東西以外 我覺得 手機啊 在防手震的部分 應該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像我現在這樣子手持 我是沒有裝上任何腳架的 直接用手拿著手機 不過現在的手機啊 我覺得 鏡頭的話真的要注意一下 因為超廣角的鏡頭 它真的會很廣 而且啊 因為它 就是長在手機的背面而已 很容易手一個不拿好 沒有拿好 沒有注意到 你的畫面呢 可能就會有一大部分的手 穿進 穿在裡面 這個是蠻痛苦的 因為回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那一段手採 除非你把它採接掉 不然呢 看起來實在是很痛 所以 我覺得在 拿的時候呢 需要很注意 當然如果說你拿的時候要注意啊 像我現在這樣子 拿著小心翼翼的 又走在沙灘上 要小心 盡量不讓鞋子進沙的話呢 這個防抖洞喔 就蠻重要的 但我覺得 因為是用後鏡頭在拍 所以我不太清楚說 整體這樣拍起來的 呃 防震呢 到底會怎麼樣喔 然後 這間咖啡廳呢 是剛才我們 特別進來的 因為就臨時看到 它有一個叫黃金咖啡 然後我們就跑進來了 跑進來之後呢 我點了金箔咖啡 後來發現呢 它怎麼會有酒精的味道 就去問了那個服務生喔 這個 咖啡裡面有沒有含酒精 他說是有的 好不好 哇 太恐怖了 所以這個還好我沒有先問 哪一杯咖啡呢 後來就給我媽喝了 我自己沒有辦法喝 好 來這邊看一下 OK 這邊呢 就是招牌的部分 在這裡 它是黃金咖啡 有賣一些咖啡 插餅等等的 我們就是看到它有招牌 跑進來 而且裡面人真的也是滿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 它在屋頂上面 有把門牌號碼直接噴上去 不過說實在 這種 這種地方用門牌找得到嗎 也滿 考驗導航的 再來是這邊 我們坐在這個戶外的 最旁邊這裡 我們坐在最旁邊最旁邊 再來 還是一樣帶大家看 其實這樣子的景色 非常漂亮 而且今天啊 雖然說太陽滿大的 不過只要沒有曬到太陽 然後又有點起風的話 其實是還滿舒服的 然後前面那邊有人帶著一些裝備 我來看一下他們在幹嘛好了 該不會是在抓一些 類似抓魚啦 抓貝類之類的 這個有帶裝備 而且有帶 這是潛水服嗎 然後加救生服 超酷的 我們來去看一下 現在這一段 其實影片我完全沒有咖 是會一直走來走去的 回去會稍微剪一下 但是我還是會看一下這一段 原始影片的整個抖動感覺 到底會是怎麼樣的 因為我覺得 防抖真的滿重要的 畢竟拿手機 如果說你只是圖方便的話 可能就不會帶腳架 那沒有帶腳架 像我現在這樣子拿起來 他如果沒有辦法提供我們良好的防抖的話 因為像我現在手是這樣子抓著 然後抓著 讓背後的鏡頭看著我自己 那我是沒有在看預覽的螢幕 因為預覽的螢幕你要用前鏡頭 前鏡頭正常來說 他的畫質會比較差 所以我不太喜歡用他 看到有人在自拍 好刺眼喔 有人在後面自拍 好現在這邊 他們有拿網子 不知道在補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這邊有沒有 有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 穿著救生衣 然後有拿著網子 這邊呢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小朋友 也是 穿著救生衣 然後那是潛水裝嗎 蠻酷的 騎在這邊的話 真的是很清澈 非常清澈 很舒服的感覺 可是我不敢下去 因為我的腳是 穿鞋子的 所以不適合 然後 反正這段影片呢 我看盡量 盡量能不剪 就不剪 讓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原汁原味 抖來抖去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呢 是有時候會拿下來 換成 照前面 有時候會拿下來 照後面 然後我都是不用 完全都是不用 那個前置鏡頭 因為我覺得前置鏡頭 再怎麼好 說實在的還是一樣 比較早一點 只有少部分的手機 真的會做到水準 水準的等級 有水準的等級 看來他們不知道在撈什麼東西 我還是靠過去看一下好了 真的很好奇 這小朋友整個都 趴下去撈了 他只看不出來在撈什麼 就是 啊!水來了 水來了 我需要逃命 然後旁邊這裡有一群也在自拍 今天浪看起來是真的滿大的 不過這浪花的聲音喔 聽起來是 非常舒服 非常療癒 它有一個很固定的頻率在 所以如果天氣沒有太熱的話 其實在這邊喔 如果要休息一下的話 應該也是 非常輕鬆 非常愜意 它的手上有一隻小鳥耶 好酷喔 有看到嗎 然後 旁邊一點有人在自拍 它的自拍在自拍 真的很漂亮 這裡整個 整個超級漂亮的 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這邊 我現在肉眼看起來 這邊 有一點霧霧的感覺 不知道是因為 風吹起沙子的感覺還是怎麼樣的喔 看起來是有點霧霧的 然後這樣子的話 太陽光在上面 所以比較赤眼一點 所以下面會比較黑一點 再走過來 我們看一下 真的很好奇 這個是有什麼可以抓嗎 寄居蟹嗎 寄居蟹喔 有很多 有很多 是寄居蟹耶 我可以看嗎 喔 好酷喔 而且 有白色的耶 對啊 就是行 他就放他走了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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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水會上來 水上來 水上來就不行了 來去踏一下石頭好了 好 這個 看起來真的非常舒服 不錯 如果水來了我就趕快逃命 不然鞋子會失掉 這樣看 真的好清澈喔 非常清澈的感覺 好讚 這個如果穿多鞋的話下去踏一踏應該不錯 哇 哇哇哇哇哇 有沒有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會喜歡 就是來海邊走走 然後我比較喜歡這種有沙灘 然後有一點點石頭混合的感覺 嗯 雖然說看起來沒有像沙灘那麼浪漫 但是這一種的啊 裡面都會藏一些 小小的生物喔 有時候什麼 抓螃蟹抓小魚啊 可以玩一下 然後把它 放生這樣 不然就是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生態環境啦 像我們現在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去抓 因為長大之後其實抓那個回去都知道說會掛掉 所以在這邊呢都是會把它翻開 然後看到一些東西 然後跟妹妹說 欸有螃蟹 然後 就是有點像是在上課的感覺 把它上了一點 嗯 戶外課程 校外教學 像這種的啊 這種石頭下面有沒有 很容易啊 就是 搬一搬那種小石頭 搬一搬就會有 這種 這種也是 這種也都是很容易搬一搬就會有 所以我們以前 特別喜歡來這種地方 搬一些 很不同的 生物 貝類之類的 這個 很漂亮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好啦那麼這支影片呢 就先拍到這裡好了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說現在目前拍起來到底怎麼樣 水來了 水來了 有點恐怖 趕快先跑再說 不然我的鞋子撕掉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好然後這支影片呢 我應該會 簡單的剪輯啦 可能把一些真的太糟糕 剪掉的影片 剪掉之後 我就會上傳 跟他分享 然後 可以看一下在ROG Phone 3呢 它的 錄影能力 到底到哪裡去 然後我目前為止的設定就是 全程廣角 然後 全程廣角是用後鏡頭去拍攝的 都是用超廣角的 就是最廣的 0.6倍的 好不好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掰掰